警方鞋槍實彈要攻堅 就在汽車旅館房間 鐵門打開時 原來嫌犯早一不察覺 突然 車內傳出槍響 原警立刻回擊 不過並非雙方槍戰 而是被警方鎖定的主嫌 對著自己開槍 暗夜中救護車鳴笛 一路趕來 48歲陽姓主嫌昏迷 被送醫急救 在轉張機 經過一天搶救 家屬放棄治療 21號上午 醫生宣告不治 19號的晚間 掌握到陽姓主嫌的行蹤 那我們就一路尾隨跟肩 到雲林縣的一處 汽車旅館 立即展開尾捕 強勢的攻堅 陽姓主嫌從車子裡面開槍 警方逮捕的嫌犯 就是在大年初四的深夜 蒙面持槍 闖進網路直播紅人丢丢妹 彰化老家後 再到他叔叔家裡 搶走三四十萬現金的陽姓主嫌 一開始發生的時候 被害人沒有報案 分局這邊側面得知 主動瞭解正辦 警方主動追查 但嫌犯不只蒙面 還開著沒掛車牌的車逃逸 專案小組透過天眼防衛網 追到兩名嫌犯 查出共犯理性男子 藏在台中租屋處被逮 而陽姓主嫌跟女友 則是躲到雲林的汽車旅館 警方追查上門 他早有警覺 這個手槍是他當時候手裡握著 那另外一把是在貨車廂找到的 主嫌已經死亡 但案情似乎不只是持槍搶走三十萬 因為包括為什麼丢丢妹的叔叔被搶 沒有第一時間報案 還有這三十萬是貨款 還是外傳的賭資 以及還有沒有第三人涉案 彰化警方還要擴大深入調查 TVBS新聞陳之中蔡松林 李懿成又成功又洪彩倫 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